巴黎市中心的库德人文化中心附近 发生了疑似仇视外国人的枪击事件 调成至少三死三伤之后 库德族在市中心示威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可以看到大批的库德族人聚集在发生枪击案的 巴黎库德人文化中心附近示威 冲破警方拉起的封锁线跟警察激烈冲突 那么巴黎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企图驱散群众 只让示威者更加的不满 拿起了石头砖块扔向警方 而巴黎市中心中午发生致命枪击 法国内政部长表示凶贤是退休的火车司机 明显是针对外国人行凶 但还不确定是不是特别锁定库德族来开枪